普丁在跟空姐在那邊泡茶聚會的時候 有個影片流出來說 這普丁根本就是在製造家影片 他根本沒有去見那些空姐 這個聚會都是裝出來的 後製出來的 其中一個證據就是普丁 他的手竟然穿越過了麥克風的桿子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墨鏡嘎 看影片真相 再一次個美的 最近因為天災疫情人化 讓學生都開始越來越相信所謂的預言 簡單的所以可以算是一種末日論 講對人的期待心境 就覺得哇!有一種神秘的力量 信仰常常都會在我們遇到無理抵抗的時候 成為最佳的精神糧食 許多電影也以這個為主題做出電影 我們之前講到的印度神童就常常出現 常常一堆新聞再爆 墨鏡哥前幾年拍出印度神棍的 不是印度神童好不好 印度神童 有人說墨鏡哥是在對他做攻擊 好 那我一樣尊稱他為印度神童好不好 不小心遇到他的粉絲 對攻擊 我們講話保守一點 不過呢 在墨鏡哥拍完那集之後 可以發現 看來真的是有好一大部分的人 真的很受不了他 整天出來這邊講話 然後新聞在那邊爆 他真的是被捧得太高了 很多人真的看得非常不爽了 那其實不只印度神童 其實更早之前 非常厲害的預言教育還蠻多的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主角呢 就是另外一位 盲眼龍婆 講到盲眼龍婆歷史 他可是比印度神童還要久 那兩者差在於印度神童還在 但是盲眼龍婆已經離開20多年了 我們今天來講講這盲眼龍婆他在2022年 要大家注意哪些事情 他在2022年預言過哪些東東 應該說他的預言在2022年發生了什麼事件 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 我得先強調一下 今天內容 依然就是 緊攻娛樂好不好 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至於為什麼 我影片最後 再來跟大家揭曉 好準備開始囉 還會有新的病毒出現 你以為 武漢肺炎已經是最可怕的病毒了嗎 NO 那據說在盲眼龍婆的預言當中 還會出現一波更可怕的病毒 人類將會面臨了一種新型態的病毒 好 聽到 盲眼龍婆 魯華爾啦 誰也有辦法做開發病毒呢 誰也有辦法超越武漢病毒呢 我祖國我怎麼可以被超越呢 魯華 那不過 根據盲眼龍婆的說法 這病毒呢 可能會是遠古是一流下的病毒啦 他的預言是 這病毒呢 將來自西伯利亞 因為那些病毒 原本都被冰封起來了 但是因為氣候的關係 冰慢慢的融化了 那這些病毒呢 就隨著空氣與水 傳播到了陸地上 然後呢 就擴散到全世界 那我得說 這個預言呢 它確實有可能發生 應該說這樣的現象呢 它確實有可能發生 因為呢 不管是哪一個地區的冰 都在逐漸的融化當中 最常聽到的當然就是 南北極啦 或者是各個冰河啊 面積都不斷的減小 那會不會冰封起來 這些細菌或病毒 會不會再次來到這個世界上 在地球那邊肆虐 嗯 那就是很多人在擔心的事情 所以呢 這些事情 它是本來就有可能發生的 不過 根據這個龍婆的預言 算是一個 都是傳說 它是在2022年發生 那今年會不會發生 嗯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第二 亞洲會有大水患的出現 這個預言 嗯 嗯 好像有轉到喔 好像好像啦 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最近台灣的地震有點頻繁呢 而且這種頻繁不是那種微小地震 是有點大的那種地震 甚至3月還有一個全台有感的地震 而地震呢 是會引起海嘯的媒介 那現在日本3億大地震的時候 就出現過了這樣子的超大海嘯 那你說今年有沒有可能呢 在3月16日的時候 日本東北發生強震規模7.4 造成200萬戶大停電 那也發布了海嘯警告 那隔一天他們的統計啊 共造成4人死亡 超過200多個人受傷 這算不算是龍婆預言中了呢 而且呢 這還只是到今年的3月 接下來呢 還有大概9個月的時間 會不會在這段時間內 亞洲還發生 額 更大的水患 或者是相關的 跟水有關的災害 那都還不知道 感覺 好像 這一點可能性 有點越來越高了 第三 外星人的探訪 根據傳說 龍婆預言提到2022年 將會出現外星人 並且呢 它還發生一個小行星 來尋找地球上面的生命體 這句話呢 說真的有點可怕 還不是說可能會發生什麼災難之類的 而是直接了當地說出 今年會有外星人的出現 還送一個小行星過來 這個小行星 它會是以怎樣的形式聊地球呢 是直接彗星撞地球那般的方式 還是說 在地球旁邊盤旋 還是說 這小行星可能只是他們的很巨大的太空船 大的像小行星一樣 目前呢 全部都屬於猜測的階段 也沒有任何的證據形式 有可能會發生 不過呢 外星人這個話題 一直都是大家愛討論的 所以呢 它這樣講 自然就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那另外 根據傳說 它有提到 外星人這樣做的最後結果是 不友善的 不友善的 這就更多想像空間了 它說的不友善是指 最後面 會因為外星人發現地球生命 然後 掠奪地球資源 甚至是破壞地球生命的生命 還是 殖民 還是等等等等 好多想像空間 但是它沒講那麼多 它只是講到 這個外星人會派一個小行星來到地球 所以 到底怎麼樣子 我們繼續看下去 大概9個月時間嘛 目前是沒出現了 就讓我們看看 這個今年跨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看到外星人 搞不好 外星人 出現在我們 台北跨年晚會 嘿 我來地球了 台灣的朋友 你們好 歡迎來到 台北最愛新年城 然後呢 接著就是一段 外星人 禁歌樂舞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笑了 然後說實感飆高 呵呵呵 二三十的那一種 笑死 地死 資源匱乏 根據傳說 它有講到這個氣候變遷關係 所以水之間變得是很稀有的資源 變得越來越稀有了 所以許多國家開始對氣候變遷啦 進行角力 或者是互相的想辦法 那高通磨合 甚至是直接對搶 那至於是怎麼樣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哦 只希望 不要發展成像是俄羅斯跟烏克蘭那樣的戰爭 畢竟戰爭是太可怕了 不過其實講到水之源哦 那強大的鄰國呢 一直是跟他周邊的國家 處得相當的不好哦 他們在 與周邊國家共同享有的這個水之源的上游啊 蓋了無數個大壩 或者是水庫 把位在中國境內的這個上游的水源啊 都給大家困在自己的家裡面 導致下游的其他國家水啊都受到的影響 灌溉啊 民生用水啊 通通都受到影響 所以他的鄰國呢 一直是在這方面啊 對他們感到非常的不爽 就不要哪一天 真的牙起來 幹起來哦 第五 印度產生饑荒 根據傳說 印度呢 可能會在今年遭遇到可怕的氣候變遷 夏天的高溫會來到 火石魯 會搞到大家都沒飯吃 因為這種的東西呢 長不起來了 而且這個超熱氣候也讓蝗蟲大量的繁殖 讓農業的收穫啊 更加雪上加霜 那大饑荒發生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難講 當餓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人都會變得瘋狂 這瘋狂運程的方式展現出來 如果是翻開過去的歷史的話呢 那真的是太不堪入魔 太恐怖了 要形容下去的話呢 這集應該要吃香蕉了 所以那就不啦 第六 更多的地震跟海峽 嚴格來講哦 剛剛第一點所講到的這個水患 好像 呃 裡面講到的日本大地神比較適合 放在這一點來看耶 因為這一點來看的話 他明確講到了地震跟海峽 那就比較符合日本 三月十六所發生的那件事情 不過呢這一點 客觀來看的話 真的是埋槍地圖炮的 跟印度神童 沒有兩樣 另外資源匯乏那邊 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恆大範圍 然後呢本來就是 科學上面好像已經有在 觀測到的這些事件 但是資源越來越少啊 或者是地震頻繁啊 水患越來越多啊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科學可以推斷出的一個結果 或者是一個發展 就算是全球暖化 那接下來氣候呢 本來就一定會越來越極端 發生災害的經驗呢 本來就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地圖不好啊 算了 不 不與之平啊 那根據都市傳說 盲眼龍婆他的準確率 有高達85% 那 許多人來一聽到 哦 85% 那麼高 所以呢就超信他的 那他其實比較有名的呢 好像有成功預測到的 車諾比特核災事件 還有東南大海嘯 以及當時增進全世界的 9億恐怖攻擊事件 那還有歐巴馬當選總統啊 英國托歐 或是跟自己的 死亡日期有關等等的 根據都市傳說 這其實是他預測到的 不過為什麼 什麼 墨進哥要一直講 都市傳說呢 為什麼開頭就講到 大家就是 警工娛樂 沒有參考架子呢 這是因為啊 有很多的預言呢 其實已經被證實 是別人自己 加油天簇 湊上去的 但是想一下哦 他在二十幾年前就掛了 那 死人不會說話 能夠幫他說話呢 只有旁邊的人 雖然旁邊的人啊 愛怎麼拍就怎麼拍 想造成的話呢 甚至還可以 在事件發生過後呢 然後跳出來爆料 其實龍婆早在過世之前就預言到了 今天這件事情發生 但是因為他已經掛了二十幾年 而且不要說二十年前好了 十年前網路都沒有現在那麼發達 更不要說要去考究到 保加利亞裡面的一個居民 到底有沒有講過這句話這件事情 所以呢他到底說過哪些話 哪些話是他沒說過的 這都是難以考究的 但是可以知道是 他們的家屬啊 有跳出來說 有些東西根本就不是 阿婆他生前講過的 事後無人亂家的 就像是我們現在 非常常聽到的 假新聞假消息是一樣的哦 別說二十幾年前了啦 就連近一個月 打得活熱的烏惡戰爭呢 裡面的假消息也多到爆炸 哪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 可能沒有關注的人不知道 就是普丁 在跟空姐在那邊泡茶聚會的時候呢 有個影片流出來說啊 這普丁根本就是在製造假影片 他根本沒有去見那些空姐 這個聚會呢 都是裝出來的 後製出來的 其中一個證據呢 就是普丁 他的手呢 竟然穿越過了麥克風的感知 於是乎說到了 哈 你普丁 你這個腦腫 打不下烏克蘭 就整天製造一些假影片 加來拉攏明星啊 什麼等等等等 製造一個好像很親密的形象等等 不過呢 這個要打臉普丁的假影片呢 被證明 他才是假的影片 最重要的普丁是真的有接見那些空姐 然後跟他們做一個會談的 算是會談嘛 也不能算是 反正就是有見那些空姐 然後再加上 他是一個跟我們講不同語言的外國人 講的語言呢又不是世界通用語言 雖然我們就更難去考究 他到底有沒有講過這些話 所以呢 後人愛怎麼造神 就如怎麼造神 反正你們也不會去查 你們也查不到 如果龍婆啊 他知道 他掛掉之後說出這麼多 他沒有講過的話 會不會 他每天在天上呢 都很過鬧 滿頭都是什麼話 欸 我怎麼今天都講出了這些話呢 今天講出的料 蠻新鮮的喔 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但是有一個料啊 就是 有都市傳說說 龍婆說 俄羅斯總統會被暗殺 欸 不過我聽現在人好好的 他還叫我軍隊去打烏克蘭呢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說啊 俄羅斯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以及世界的主人 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Unstoppable 那不管 這個龍婆他們講出這句話 以現況來看 俄羅斯他們現在已經 講脫到不行了 被制裁到不要不要了 完全撐不住啊 再搞下去 俄羅斯快亡國啦 現在呢 他們得先想辦法餵飽自己的國民啊 餵飽的時候 你們再去想想 呃 成為世界第一大國這個事情啊 那如果龍婆他真的有講到這件事情的話呢 他這種預言的話呢 那很明顯他預言錯了 那如果不是他預言的話呢 那天上龍婆呢 頭上的問號就更大顆了 另外再加上 根據了解 他的預言呢 都是口述的方式講出來的 所以呢 沒有文字做佐證 在口述出來 然後被轉載之後 中間到底扭曲了多少的內容 不得而知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到底是第幾手資料 中間被加料多少次 都已經沒辦法去查證了 所以總歸 大家 聽完 好 聽完這麼多的讀字傳說 呃 差不多可以睡了 那個什麼預言的不要想太多 看木槿的影片 平凡的過生活就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你呢 你對這預言有什麼看法呢 你知道還有哪些預言也很厲害的呢 歡迎留個言 互相分享一下 好 那記得幫影片按個讚 然後不要訂閱木槿的頻道 隨便來比較會 那是一天好 今天會有幹嘛不知道 那我們這邊再見啦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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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